另外一项也是国内专家正在研发当中的智慧巴士 很多乘客会在公车上面小睡一下 却很担心睡过头 而未来的智慧巴士可能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只要民众带着智慧型手机搭上这一部智慧巴士 不但可以知道公车每一站的转车资讯跟景点 还可以设定下车的目的地闹铃提醒 也就是说就算你在公车上面睡着了 也能够在到站之前就醒过来 拉公车想小睡一下如果睡过站怎么办 现在只要搭上这一辆智慧巴士 透过可以上网的智慧手机 就可以同步和公车资讯系统连线 到达末地地时手机闹铃就会发出声音提醒 从此睡觉不怕坐过站 比如说我今天要在经济部下车 我公选了经济部这个选项 那按下车提醒 它会做一个到站提醒的动作 除此之外还可以透过这一套资讯系统 看到周边的景点和转乘资讯 我公选中正纪念堂的时候 玩站点资讯 它会出现这个东西 周遭有什么站点可以乘坐公车的部分 还有它的一些便民服务 厂商表示智慧巴士周边的资讯设备 加起来大约耗资20万元 但未来量产上市之后 这些装置费大约一台公车1到2万元 不过究竟手机接受的资讯准不准确 研发厂商表示 还是有可能受到遮蔽物的干扰 转角的地方 就假设被这种标题挡座的话 它的其实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就 就其实某种程度 我们会利用一些其他的技术去做辅助 所以说如果它被周座的时候 手机端也会受到影响 某种程度也会 先前台北市政府试办过公车东台系统 在公车上加装GPS 但准确度就受到通勤族质疑 这回经济部研发的智慧巴士 是以无线网路传输 能不能更精准 就要看未来是否能结合三驱和其